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 叫什么呢? 以巧破千斤 那么想购买更实用的防身器材的朋友呢 可以私信我 咱们一起交流讨论 如何以巧破千斤呢?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概念就行 就是一定是攻击它脆弱的地方 才叫以巧破千斤 如果说对方把我给抓住的情况下 那么我想要把它给撇出去 或者把它给放倒的话 这个是很难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以巧破千斤呢? 你可以用西医去砰撞它的裆部 这个算是一个小技巧 还可以怎么办呢? 注意看 我如果在有力量的情况下呢 我可以去搂住它的腰部 然后去推它的下部 那么如果没有力量呢 你这样推 搂你都搂不回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 注意巧在哪呢? 巧在你的手指 你可以去推住它下部的同时呢 你的手直接去碰它的眼睛 这个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碰你的眼睛 直接一碰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向后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下就可以把对方给推过去 甚至把它直接推倒 你可以打它或者直接逃跑 那么第二个技巧是什么样呢? 可以利用它的头发 我们来破千斤 如果说我想把200斤的撞翰 把它放倒的话 注意看啊 它现在来打我 我不可能能挡住的同时 然后直接就把它给放倒 这个很难啊 那么你可以怎么样呢? 钻到它的身后 如果它来打我的手 我可以迅速的钻到它的身后 钻到身后 我就可以怎么办呢? 碰 直接拽住它的头发 迅速的向下 那么对方马上就会摔倒在地 这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头发 去牵制它的全身 上一个呢 是通过眼睛去牵制它的全身 都可以达到我们所谓的 以巧破千斤的小技巧 当然了 所有的这些技巧呢 都要求你非常快 你的速度 反应 力量 时机 这四点呢 是缺一不可的 喜欢的话呢 不要点赞和评论 那么有更好的防身技巧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易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